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四百三十七集 在影州新修城的土石大堤上 范贤看着堤下的大江滚滚东去 若有所思地说道 但凡大户大足 若有人从外面攻来 总是一时不会覆灭 因为他的底子够厚 然而如果是家族内部出现问题 自己人开始动手 猜疑 清亚这种事情形成风气 那离死亡的那天也就不远了 他回过头对一脸有黑的阳腕里说道 千里之堤毁于以学 千年之足毁于一念 我说的不仅仅是你修的将低 也不仅仅是指明家 还包括这个天下 范贤没有把话说明白 他掐算着时间 今天应该就是那个宫女死亡的时间 再过些日子 等流言起来 皇帝注意到东宫宫女的离奇死亡 以他的猜疑心 一定会察觉到很多问题 皇族表面上的平静与和睦 或者就会因为那名宫女的死亡 而产生人们意想不到的动荡 杨万里看了身旁的范贤一眼 说道 老师 蒋南的事情已定 您也不要太操心了 他这话说得很真心 很诚恳 此时的杨万里 经由了大半年河堤上的风吹雨打 河运总督衙门里的扯皮推诿 早已渐渐摸清了做官的真谛 民生的艰难 为官者若想为百姓做事 替朝廷分忧 手中就一定要有权有钱 不然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出来 杨万里因为有范贤做靠山 所以在公布没有哪个上司敢对他指手画脚 河运总督衙门里边 虽然是依然是一塌糊涂 可是他却有权利直接拨内库的银子 所以在这方面呢 没有人能够给他制造障碍 他再也不是当年那个一抚两袖清风 便敢对着门师大吵大嚷的纯洁青年 每念及此 对于门师当年在杭州西湖里的教训 深深深佩服 此时二人脚下连绵不尽的河岸长堤 便是这一年里边杨万里的成就 每每看着那些方石黄土 看着滴下驯浮的江水 他的心里总是充满了充实和骄傲 身上打着补丁的衣服 有黑的面庞 都成了一种光荣的印记 杨万里清楚自己能够达成人生理想 所依靠的便是老范尚书和小范大人 父子二人 无微不至的照顾和提携 所以他对于门师的到来 一则喜悦 一则担忧 说出了先前那句话 天下人都知道 范贤在回京的时候曾经遇袭 杨万里很担心门师的身体 范贤摇摇头 望着脚下的江水 说道 无妨 你不要将我看得太高 我是个懒人 不会忙于正悟而坏了自己的身体 至于江南的事情 明家的七寸早被捏住了 他们自然没有什么还手之力 只是如果想一口吃掉 其实还是有些困难 如今的杨万里 当然能听懂这话里的意思 吃掉明家不难 关键是明家背后的皇族成员们 如果范贤不用忌讳宫中的情况 明家早就已经被他吃掉了 范贤笑了笑 没有详细的说具体情况 只是安慰说道 此次回京 我有收获 陛下整顿励志的决心 虽然没有下 但是朝堂之上的换血 已经开始进行 你应该在 底报上 看见了程嘉林的名字 是啊 战林兄是我们四个人当中 第一个回朝任职的 杨万里高兴的说着 范贤遇刺的调查无疾而终 而清国皇帝 却借机赶走了一些老家伙 安插了许多新人入朝 范门四子中 最没有名气的程嘉林 便攻逢其会 越即提拔 如今已经是礼部员外郎 是朝廷的重点培养对象 但先看了他一眼 笑道 你们四人之中啊 嘉林最是沉默中庸 也为因此 他反而走得比纪长 更顺利一些 当然纪长的问题 也在我 如果不是我把他 喊到娇州去 他也不会陷入 此种僵局之中 只盼他 不要怪我才是啊 杨万里摇头 老师说的是什么话呀 娇州的事情 机场也来仅于我说过 姿势体大 也只有机场才能处置 范闲点点头 既然四人知道自己的苦心 那也不用自己再多解释 二人沿着长长的江堤 往着下游的方向走去 一路散步 一路说着闲话 范闲提醒道 你在河宫衙门的事情 我很清楚 朝廷也清楚 如今 拼命万里的称谓啊 也传入了宫中 这对你将来是大有好处的 不过 你还是要记住 当年我说的那句话 修河宫这种事情 你会的事情 就要努力去做 你不懂的东西啊 千万不要胡乱只会 杨万里笑着硬道 在河地上待了一年 再不懂的东西 也了解了一些 范闲不赞同地看了他一眼 说道 河宫乃大事 甚至比西湖北极边境上的战事 更要紧 如果只是了解一些 这一些 怎么足够支撑你说出如此信心十足的话来呀 杨万里马上听懂了 惭愧受教 区区一年的时间 当然不可能止住和换的 范贤忽然皱眉说道 这是十年之功 甚至 是百年之功 甚至是 只要人们在这大江两岸生活多少年 就要修多少年 你要借教借造 甘心寂寞才是 是 老师 不过 也要注意培养一些得力的下属和专才 范贤诚恳地说道 虽说你有为万民造福之愿 可是常年风吹雨淋 身子骨也怕受不了 你培养出了得力的人 河宫衙门就不再呆了 给我回京 认真做事情 杨万里一惊 赶紧分说道 老师 我可不想回京 那经理比大低上可麻烦多了 再说 我也不怕吃苦 早习惯了 经理当然麻烦 但你要做事 就必须回京 范贤斩钉截铁说道 这和你能不能 撑住这份苦无关 我还指望你多活几年呢 这么大年纪的人了 连媳妇都还没娶 传出去像什么话呀 杨万里苦恼不敢多言 说来也奇怪 范贤的年龄比他斯文门生都要小 可是这两年里边偶尔碰在一起 范贤摆起这个门师的谱 教训他们 正是越来越习惯了 这大概便是所谓的 居遗体养遗器吧 后几日 范贤依旧是在映州盘缓 大部分时间呢 都在江堤上与杨万里指指点点 却也免不了要受河宫总督衙门的宴请 一般的地方官员呢 范贤可以推脱 可这一次河宫总督 竟是亲自前来宴请 这等面子实在是没辙 总督请范贤的理由很简单 河宫总督衙门缺的就是银子 而范贤主持内裤有的就是银子 这一年河宫总督衙门修和顺利 大受圣上嘉奖 就是因为范贤从明里边 暗里边 对这个衙门投注了十分热情 和无数银粮 这种情分呢 由不得总督大任感激不已 而让衙门里感到奇怪的是 门师一直停留在映州 究竟是为什么呢 行江南路钦差 当然可以巡视大地建设 可是看范贤的模样 正是准备在这里待半个月 老师 您难道不去苏州啊 有一天 杨曼里大着胆子问道 不着急 再等等 范贤笑了起来 庆国京都在北 苏州在东 他此时稳坐影州 冷眼旁观着两地 即将发生的事情 就如同一个挑夫 挑了两担刺果 恰好将扁担挑在肩上 乘着力 却不担心那些刺果刺痛自己的大腿 他在等着苏州的事情先进入正题 然后等着京都的事情爆发 影州是看戏最好的地方 因为虽然他这个人在天下官员的眼中 十分犯贤 但在这种敏感的时刻 他依然需要避嫌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 严道之为您播讲的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休息一下 欢迎您继续收听 监察院起年小组在江南 有两位领头人物 一位是在民北三大房 同管内库出产事宜的苏文贸 一位是在苏州城内库转运私里 盯着明家动静的洪长青 针对明家的动作呀 其实早在一年之前就布了局 而真正的动局呢 也从半年前就开始 以免招商钱庄大力的向明家输银 以支持对方的渠道和日常所需 又开始挑弄明兰石开拓新的商路 同时还对那位只喜欢相扑的明六爷下了手 那位糊涂的明六爷 只知道招商钱庄借了自己不少银子 却根本没有想过 他自己在明家的股份 早已经成了招商钱庄里的几张弃纸 这一切都是明着进行的 因为招商钱庄就算此时逼债 以明家的雄厚实力 手中的货物抵押 日常的流水 台平钱庄的支持 依然可以应付 而不必被迫清盘 以商行股份和田产来清偿 所以一直以来 摆在范贤面前的问题 便是如何让明家的流水急速缩降 让明家的周转发生严重的问题 对付明家这么庞大的产业 就算再有钱 只怕都很难达成这个目标 但问题在于 范贤拥有内库的权权处置权 死死地掐住了货物的供应 也等若是扼住了明家的咽喉 率先动手的是苏文贸 在内库转运赴时 那位任少安唐兄弟的权力配合之下 在清渔堂几位老叶掌柜的 巧手安排之下 从去年夏末时 内库三大坊的出产 便开始逐步的稳定的上升 质量呢 也有了极大的提高 出货多 吃的货必然就多 明家也不肯放过这个机会 加之这段时间之内 监察院对明家的骚扰也放松了不少 所以明家的整个产业 全部都活了起来 一时间吞了无数的货 向着东夷城和泉州方向运去 如此大的一笔货物 虽然耗去了明家的大量银钱 但是明清达并不担心 因为这一转手便有回银进账 这也正是他那段日子里边 感觉心情轻松的原因 如果一直这样下去 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日子呀 然而内库转运司三大坊 忽然间不知道什么原因 停工了 停工的消息传到苏州之后 明清达大发雷霆 让明兰石赶紧到内库转运司衙门 追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洪清达很无耻的接了他的质问 却只肯表示 三大坊正在进行立场的这个设备检修 需要等一些时辰 明家有发怒和咆哮的资格呀 因为他是内库招标 出了无数万两银子的黄商 内库既然收了他的标银 就要保证他的来货渠道 不然他可以打御前关子 但洪长青呢 也有拖延的借口 因为三大坊在去年一年里的出货 已经完成了标书上的份额 就算停个十天半个月的 你明家该收的货已经收完了 明清达无可奈何 只得运用官场中的力量 打探泯出一地的真正消息 好不容易有了消息回来 听说是三大坊里又开始闹工潮了 那位监察院的苏大人 砍了二十几个人的脑袋 才勉强镇压住 这时却要误很多天的功 得知是这个原因呢 明家才缓了一口气 只要不是犯县的阴谋就好 便开始等待着内库复工的那天 之所以明家会如此迫不及待 如此紧张 全是因为前两个月里边 一切风调已顺 明家对于内库的出货能力渐渐认可 按照日常的数量 与东夷城的海外签订了 大笔合同 货单如今已经到期 明家需要大量的货物 商家需要的是信誉 明家宁肯赔钱 也不愿意没有货卖出去 又过了数日 三大坊终于复工 然而生产出来的各式货物 却没有多少 杯水车薪 不知道何时才能回复去年的光景 明家一时陷入了小小的慌乱之中 为了完成货单 不得已开始四处调货 将家族存着最后备用的存货 调光了不说 还迫不得已用高价在行北路和行南路的那几家中 借了些货 得了账房先生的回报 横估了一下 如今足中可用的流水 明清达皱着眉头说道 樊贤究竟想做什么呀 难道是我几天货 就想把我打垮 这也太幼稚了 明兰石在一旁听着 嘴里有些发苦 这些天他暗中向招商钱庄调了一笔银子 准备参守到私盐生意 他这次合作对象是江南最大的盐商杨继美 而且知道杨继美和总督大任薛青的关系极铁 所以明兰石并不担心什么 只是私盐的回历至少需要三个月 如果父亲知道他把家中的流水挪到了别的地方 会不会还像现在这样称竹称兄呢 我们明家别的没有 就是有银子 明清达冷漠笑道 本贤想操控石面上的货架 来吃我们家的银子 那就送给他吃 反正他将来还是要吐回来 必须把这次的货单完成 然而监察院的行动 当然不仅仅是操纵货架这般简单 便在明家高价集货成功的第二日 三大坊的工人们像是吃了麻黄素一般兴奋起来 内裤的运作忽然爆发 根本看不出一丝工巢的影子 在极短的时间内就连创日产量的高峰 几大黄商出手的货架虽然是朝廷恒定的价格 但卖出去的价钱必然要受上游供货方的控制 此时货架建了起来 生意却好了不少 岭南雄家孙家甚至是夏明记 都在这一波行情中挣了不少 主要是挣了明家不少差价 谁让明家标录最多呢 明家辛辛苦苦及的高价货 履行了大部分的货单 然而眼睁睁看着市面上的货架在降 说不出的恼火 尤其是泉州出海的几个洋人 更是无耻的跑了路 转向岭南去接便宜货 让明家砸了一大堆高价的瓷器香水在手里边 仅此一亿 明家就折损了七十万两的流水 如果放在以前 这七十万两对于明家来说呢 并不算什么 但是被监察院全力打压一年之后 明家的流通渠道里边 早已经接近水库 全靠太平和招商两家钱庄支持 如今又有七十万两流水 像这个雪花一样的消融不见 由不得明家主人明清达不警惕起来 这一单一定要送过去 石碧宝虽然是个洋人 但他背后也是打的洋商行 一定不会像那些岛人那般无耻 他也是讲信誉的 明清达揉着疲惫的双眼 对下面的儿子说道 蓝石啊 这次你亲自押火去 一定要小心 明蓝石应了一声 他也知道这批火很要紧 因为这批火是父亲大人想尽一切办法 不知动用了多少关系 才从内裤里抢出来的一批试用货 所谓试用货 指的便是内裤初次研制成功的货物 如同以前的烈酒 香水一般 定价虽然极高 但是人皆知 肯定是极新奇的玩意儿 一旦卖出去 可以当作黄金卖 这次的试用货是一批镜子 明蓝石亲自验过货 这些镜子主要是玻璃 但背面不知道是怎么做的 竟然给镀上了一层银子 照上去呢 先毫必现 实在是宝贝啊 按理讲 以范贤和明家的关系 内裤这么重要的试用货 怎么也轮不到明家发财呀 然而明家毕竟在江南经营日久 转手通过另一家黄商 才把这批火吃了下来 但明蓝石心中 依然有些不祥的预感 如果能把这批银镜 安全送到泉州的诗币宝手上 明家目前十分艰难周转局面 便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可是会这么顺利吗 不要担心什么 我已经与京中通了消息 这批货 你亲自押送 叫周水师那边也交代过 这次我们不是自己出海 虽然少震了一些 但行走在周郡之间 应该安全 这位已经忍让 忍让范贤一整年的明家主人 忽然抬起头来 含着声音说道 如果有人真的敢杀人抢货 总不能把所有人都杀死 逃毁人来 我们便赏经打御前官司 亲爱的听众朋友 感谢您收听由 延道直播讲 时光后继婚姻的 长篇穿越小说 《庆余年》 如果您喜欢这个故事 欢迎点赞 转采和打赏 本集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收听 请不吝点赞